ms我们高瞰 要识一下药 又要谈谈谈谈谈话 即是言语治疗 刚才伦来医生说 用上加持CBT 的就是因为认知治疗 跟个病人抑郎 或是怀疑不开心的朋友 有抑郁的朋友帮歌谈 聊会心事 或者了解背後是甚麼原因 這些都能幫助他 一般普通醫生 很簡單的說話療療療療 他們都可以做到聆聽 如果比較複雜 例如認知行為療法 當然是專科醫生 或者專科的臨床心理學家 他們會比較用得到 明顯地適當地用得到 不跟同一個人傾訴心事 不簡單 至少支援性的心理治療 這些都是頻密程度看得密一點 不可以說兩星期一次 我們經常說 指標自本這兩個大方向 其實是否要用著藥 可能放鬆一點 沒有這麼想起一邊 同一時間他自己都要 是否慢慢在思想 或者行為調適 還是原來不是的 純粹是身體的荷爾王 不平衡 令到他產生抑鬱 還是兩種情況都有呢 即是理性的還是純粹是身體檔態 其實我們看病因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病因 有些人主要是壓力 這個壓力過去之後 譬如他因為家人不開心失戀 一次 他可能沒有嚴重的家族 如果有這些病 可能一次之後 以後都沒有再抑鬱 也不出氣 如果有些人抑鬱了 都兩三次 基本上很容易會復發 復發機會是相當高的 那些人可能有家族事 可能會考慮長期吃藥 明白 即是長期吃藥要吃多久 如果腹疹 即所謂復發了兩三次 每次都嚴重 譬如有自殺 可能要吃幾年 幾年藥 是的 明白 食藥的人會怎樣 他的感受和感覺會怎樣 如果沒有副作用 他基本上是常人一樣 工作和社交 完全和常人一樣 即他個人感覺沒有抑鬱 沒有那麼低的 是的 穩定了 他就像吃維他命一樣 調節在腦中 所謂荷爾蒙 血清素等等 我有一個朋友很有趣的 他經常要開夜班 是女生 他說 他突然會哭 可以由開工到收工 你問他為何哭 他不知 他不知是甚麼原因 但好像很傷心 這些是否身體機能出了問題 還是有一個抑鬱的原因 如果你經常哭 他真的要問他多些其他事 一般情緒化的人 所謂大情大性 也不會整天天天都哭 哭很多次 上班哭很多餐 大情大性也不是這樣的 也是有些問題 起碼一定會有些壓力 如果這樣哭 好像失戀 家中有些大問題發生 才會哭 有原因導致情緒這麼大的波動 他天天哭 他可以不知道 是否沒有原因哭 很少會持續 每天都是這樣 而只有病徵 所謂病徵 這麽嚴重的情緒化問題 很多時 就算沒有抑鬱症 都是某些壓力 所以長期影響著他 相當一段時間 舉個例子 我們有個抑鬱症的病患者 確診了 吃藥 是否一停藥 便會回來 還是我們身邊有一個人 如何幫助他 或如何留意他 其實一般抑鬱症 如果退到嚴重程度 很明顯是抑鬱症 而不是壓力 一般療程 例如6至9個月 病徵清後6至9個月 6至9個月穩定後 一般醫生都會決定 相當快地停藥 但如果他停藥 可能很快 不久 三幾個月 病徵又開始來 又要再吃藥 如果沒有吃到一個療程 復發率也相當高 可能有三五成 或七八成也不奇怪 至少五成 他自己停藥 他覺得沒事了 我好了 他自己停藥 療程又未完 反而會復發 是的 如果療程 一般的研究顯示 至少六個月 至少六個月 我也要關心 身邊的人吃藥 慢慢吃好他 好後會不會一輩子都免疫 還是有些大挑戰 生活上或生命上的挑戰 也會回來的 其實一般的流行病學 我們看抑鬱症 他如果發病了一次 他餘生 即是他一輩子 他差不多有一半 有可能會復發 但當然你要正面地看 另一半是完全不會復發 就是要這樣看才行 即是要鼓勵病者 不要經常跟他說 喂 有復發 有復發 其實要看一半是完全復發的 可能要好起來了 要告訴他 在生活上如何調適 是否有些方法 如果真的因為壓力 導致抑鬱症 沒辦法 真的要把源頭解決 例如說工作 例如因為那份工作 考慮會否轉工 例如財政 考慮會否找家人幫忙 例如婚姻會否找人輔導 即是直接對源頭對症下藥 真是很感謝周樂儀醫生 給我們這麼多重要的資訊 幫助身邊人 他原來都可以 懂得關懷他們 我們很多時候都很關心身邊人 但原來我們懂和不懂 有很大差別 懂得關懷身邊人 見到有問題 立即要帶他去看醫科醫生 或者他正在吃藥時 要關心他繼續吃治藥 用了療程後 原來都要幫他調適生活 多謝周醫生 我們回來再講講其他題目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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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